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 听医生说看看这个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英姓医生 我们共同的来宾 今天要给我们采访的 真别别 一位少年的医生 罗俊森 这句我不要打 这日 一个日头的日 对 旁边还有一个好像宣传的 听完没报道 对 这汉医很沉 这是你们爸爸给你好好的还是你们说 这阿公好好的 你如果说是在唱什么 我如果说在日本时代是 做生理 做生理 他有点赤 所以说他的生活 当然没什么样的 这个日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你看他的意思 其实他是一个象形字 右边是象形字 这个日 顶头有什么 一横下面又一横 那两横代表就是 三轮之间 日头要出来的时候 所以其实他的原来意思 叫旭日东森 旭日东森 旭日东森 所以你看意思就知道 两个三个一段 这是有合文的 你这日菌是三点水 三点水 他这个菌就是 我们说的疏通灌溉 所以他就是说 先疏通灌溉 等待这个旭日东森 我们就要出发了 但是我都都 无意思 但我们阿公说 不是这个团队 又有水 又有日 又有两个日 可能劳入命 水生活的 这如果台伎是要怎么打 他都叫我 罗俊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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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罗医师 罗医师是台南 我台南 我 几人 几人 我小人住几人 几人就是 现在台南高铁站那里 对 高铁边那里 OK 你 特车是有哪在台南铁 还是在其他的所在 我 小人我最早 出生在三年部 因为小人那时候台湾刚才发电 OK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 你爸爸来 台湾做工作 有爸爸在 他的工作是在台北市 住在三重 三年部是小人大 因为那时候台北在发电 所以常常少年人要打招 或是买房一定是不同的地方 整个月也在三年部 要去训练 去训练 所以我小时候我训练 我训练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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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梦母三圈 你罗父四圈 我不是说 对孩子来说 其实也是输了一点适应 对 因为你训练同学 对 你说熟悉 要训练同学 训练 小孩一年的时候 二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又 很年轻 很年轻 所以我训练 看卡通影片就好了 到四年要去训练 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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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所以训练到什么时候 又回到台南 训练到四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训练到 中港国小 中港国小 那时候四年的时候 又搬去南部 就纠练了 又回到故乡 我妈妈的故乡 OK 我妈妈纠练了 所以你到那时候 中学是训练 我国校在那个 龟南的龟南国小匹合 OK 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去训练 台南市的明星国中 建兴国中 建兴国中 对面那间 古廟 你如果高中 就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 再来台大医院 再来台大医院 是 是 你虽然搬来搬去 你身材都不错 以前搬来搬去 是 可能是这样 我自小的训练 比我们更认真 是 所以当然 我们搬来搬去 对孩子来说 其实需要适应 对对对 但是这也是很机会 OK 从小你有那些机会 不管你搬到哪里 该做的事情也是要做 该做的都同样 但是我搬去北约的时候 比如我有什么 如果搬去新增 特别让大家出医院 都是科学的时候 因为你搬去嘛 你搬的人都没实在理 对 人们就想说 这个到底是 谁做银银银银银银不知道 特别都是 一科学就成绩很好 断口以后 就是第一名犯人 哦 那是不简单 都是这样 会搬到台大医科 一定是都会有很多 台南医院都是 几年 三何年代比较 我在那个 八十一年比较 八十一年比较 对 我是 五十七年 我民国五十七年 我一九六八 是我老学长 大学长 资深学长 这老子 老子有春了 多二三十岁 不简单 所以你台大医科 几年比较 台大医科 就七年比较 对 我就说民国几年 民国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 刚才1999 对 你台大医科比较 你选得对一科 做你的专业 我当初一开始 这很多波测 一开始 那时候我要比较的时候 台大医院有一些 副产科 跟外科系的教授 希望你去走那条 走那条 主要是这样 就是说 人亲土亲 很多都是台南的前辈 他们就想说 就你来做富山科 还是来做外科 那时候 那时候富山科 外科也要做门 但是以前 大家都知道 社会有点转型 大家都说 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说 很难抉择 也有想说 要去嘉义科 但是嘉义科 就是一个问题 总是希望说 可以学到一个 特别的专科 所以说 那时候就很多 选择 不然为什么 去选 我想我去做精神科 身心科 为什么呢 有一天 我感觉那天很粗糊 我每天都问 我去走一科 感觉这科 走到很粗糊 甚至说 有的东西要困难 有的东西要困难 就要了 看这科不错 就开始走 我去那时候 也是你在台湾 精神科 看看开始 开始 要热门的时候 开始受到重视 受到重视 差不多 20年前 因为我也是精神科 所以我们国中间的病床 现在就知道 今天要来 请罗医师来做接触 我们做精神科 那时候 没人要做 我是 差不多 四十几年前 四十五年前 我那时候要算精神科 我爸爸很失望 他说 那多科不算 去算这科 没人要做 很冷门 那时候 但是 我那时候全台湾精神科医师 比较百多的 最少 对啦 你开始做的时候 我看得到一千个了 那时候就开始互相了 没 没 那时候超多的 我转科的时候 我的转科号也七七五 七百多的 OK 我拿到转科的时候 我们现在差不多要1500 1500 就是嘛 所以现在多多人要做 是 所以你精神科 你那时候 台大是对几个老师 以前 你当时那时候是 李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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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还有一个救急匠 陈乔奇 陈乔奇是 四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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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领养院 他以前就是 成人精神科 我知道 你那时候李明斌做主任 李明斌 那时候李明斌主任 他在台大医院做主任 对 还有湖海国 对 湖海国 湖海国医师嘛 是啊 这也是我们那时候 去受训的时 我就在台北市立领养院 做主任医师的 是 你要去台大受训 但是我们那时候 老教学还在 林宪教授 林宪教授 陈书章 这你可能没对到 陈书章没对到 我就是叶英坤 叶英坤 那时候在私了 我去市立领养院的时 就是叶英坤教授 做我的医院 是 所以你是台大training出来的 是 你台大分年后 你怎么留在台大 还是你走去 没有 其实是这样 因为 我的总说是这样 因为 我那时候 很重要是说我 我也需要去改成 我自己的生活 平均 是 所以一个少年医生都会做抉择 那时候 我有带 祝吉桑 我有来说 如果老体的公立医院系统 将来发展 那时候 他有说一个很好的道理 他说 其实台湾刚才在转型 你如果有自己的理想 甚至说 你对其他的领域都有清楚 你可以多方面去追求 一天等到你慢慢 你的养成的医院 你又回来 定在看 定在搜集 反正那时候 你的天下天地更开阔 所以他要过来说 不要紧 勇敢要走 走你想要走 我当初 那时候 因为本身是这样 我的兴趣很广泛 当初我当时 我在酸科的时候 有什么外科 很想要做 就是说因为 那时候 我在做全年的时候 我在病房 开招房的表现很好 我所满灵巧的 OK 我们开招很多都是要 整个都要 手很灵活 对 没不对 因为很多高手都这样 做这应该是 你有这个天分 我就说有些人就是说 可是你要做你的抉择吗 对了 不然我走这个部分的时候 因为 后来我感觉 我想要多了解这个社会 多了解这个世界 所以那时候 毅然决然 我就去做其他不同的尝试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去 我们一般说的私人的 私人的这个疗养系统 去工作 精神科的便宜 对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科别的领域里面 最高的医学中心 我也带过 我们说的最基层的 基层到说 甚至有些 有些我们说的医疗实况 一般人看不到 我也去感受 整个真实世界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全部都有感受过 中间有什么 没有的转折 就是说 我发现我蛮喜欢看门诊 这个 你当去开拆 没有 我没有办法去开拆 没去去看门诊 我早在那个西原医院 西原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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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也出名的便宜 是 有精神科 没有啊 你去那包括开创精神科 我来开创啊 有意思 那時候其實很特別是 那時候是SARS的時候 SARS的那個階段剛好去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很多我的同學 因為SARS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是人心洪洪 一些公醫院的醫生 我的同學都卡通人問 那時候就突然要封院 這麼封鎖 這麼封鎖 都看問我可不可以叛逃 可不可以回家 聽說叛逃以後就不能回去 可不可以法律上全醫有怎麼保障 SARS的時候 大家比較不要去大病院 怕去大病院比較容易被感染 對 所以你是SARS那段時間 你去西原醫院開設精神科 那時候我在西原醫院開設 其實也不是精神科 你叫身心內科 我跟前輩報告說 其實也很特別 因為那時候生病病 它對面有一個叫做 永悅健康觀衣中心 我知道 他們都做高端健檢 專門健檢 一些VIP客戶的整體的健康照護 是 因為我本身我在學生時代 我對內科就非常的 有趣味 有趣味 我也很認真去學習 對 所以因為我用內科的這些知識 跟我在精神專科的這些知識 本人 那個人家就說 給我告訴我 你去照顧這些VIP 健檢之後 也要身心科照顧一下就對了 甚至說有時候健檢的時候 他要全方位去幫他選擇說 他要做什麼樣的照顧 對 我以前在西原醫院的林院長也做處理 他甚至說謠證我 你有用來過一個名字 來吃個暗中一下 你才體會一下當病人的感受 我晚上沒回家都在那睡 在那吃暗中 坐在游泳池裡面想說 我們怎麼照顧這些好的客戶 怎麼會他的身體更健康 那是很好的經驗 因為那時候剛開始 我們對於一般的醫療我們了解 但是對於這些客戶 他們特別的需要整合性的照顧 其實我們很不清楚怎麼做 其實這個跟我們的醫療在說 全人 全社區 全家 全斷的照顧 這是有關係 對 所以很多很多都是在我 比較慢慢合適 OK 之後呢 在這裡做多久 我在這裡做差不多三年多 三年多 以後我覺得說 不可能應該是要出來做我自己的事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說 不然我來開業 開業的時候 選擇財很重要 對 因為當初我有到這個林院長 我講過 我說我如果要 因為我在這裡 你給我機會直接發展 我如果一天要開了 我一定不會在方圓五十里裡面開 開到你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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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信守我的諾言 我去那時候很注意 我有一天會兒 我就說 要不然我來找一個開業的地方 我那時候就是有捷運 OK 你知道我們其實做醫生 平常是沒有可能在市區裡面 在搜尋也搜尋去 捷運是最好深入社區的方法 OK 那種搜尋去哪裡 我搜尋去英雄 英雄 我聽到英雄人很多 所以選擇英雄做開業的地方 這也很趣 我先坐捷運 我坐的時候搜尋去永安市場站 我有什麼搜尋去那邊 我說永安市場 這樣說開業一定是市場邊最好 我就去永安市場 搜尋去 欸 看來看去 欸 這裡都滿滿的 都沒有所在 都沒有店員 OK 我想說不然我往 台北市方向來走 走這個 我就走到定西局院站 OK 啊 定西局院站 其實定西局院站 本來就是診所街嘛 喔 我怕說欸 我這裡很搜尋 表示說這裡應該是有一個 不錯的機會 對 還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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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我就說欸 這有感覺呢 我怎麼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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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永和豆漿 哦 永和豆漿就是我以前 台北市常常常晚上都吃 早去吃點心吃小鴨 明明中有緣分了 我都鑽在那裡就對了 我都鑽在那裡 喔 這是奇妙奇妙的一個 因緣啦 對阿 講起來 這段我們聽羅醫師 他這樣年輕的時候會學 台大比起做精神科 還有人怕怕怕怕一樣的路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想說 我要留在醫學中心 結果他走入基層 現在說走去英國 找到永和道將 準備在那裡開業 好 我們來聽一個音樂 再來繼續 來請教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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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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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